国内出现首例儿童确诊后发生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一名十岁男童4月底确诊轻症 两天后就痊愈了 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却出现了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s C 紧急送进了加护病房治疗才救回来 有专达提醒 Miss C在发病之前没有征兆 即便确诊轻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通常在染疫后的2到6周会有症状 可能会出现呕吐 腹痛腹泻 皮疹 眼睛冲血 还有头晕等等应该立刻就医 不过专家也强调 亚洲人发生率比其他人种低 打过一剂疫苗 Miss C的发生率也可以下降百分之九十七 家长不用太过恐慌 国内出现首例 Miss C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的个案 一名十岁男童 她在4月底确诊症状轻微 两天后就痊愈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 5月28号到31号期间 开始高烧腹血红疹 手脚肿胀等 6月1号血压不文 被送进家户病房治疗 医师研判是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一开始是轻症 也有可能之后 会有所谓的这个 孩童多系统的炎症症候群 6到12岁 这个年龄段最多 但是一直到19岁都有可能 最大一个特征是 你小朋友是一个确诊者 出现有失去的高烧 跨肠胃系统 跨所谓的皮肤黏膜系统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家长就要稍微提高警觉 依据MIS-C的临床表现发烧 会到39到39.5度 发生时间点 大概会在染疫后2到6周 临床症状可能会呕吐 腹痛腹泻 出现皮疹 手脚趾肿胀 眼睛冲血 甚至心肌功能 冠状动脉异常等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病童 会并发休克 国外统计MIS-C的发病率 在阿法株流行期间 每10万名确诊儿童 约有54.5例 虽然阿姆克隆流行期间 降到3.8例 但因为它并发症高 也有1%到2的死亡率 会不会有 10例的这样的类似个案 其实还是要密切注意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家长 说也不用太担心 有时候看到10万分之2 有时候看到10万分之7 其实那个都是 分母是所有的小孩 所以解读上面 我们就很难去评估 阿姆克隆时代 所有的数字可能要重算 尤其是东方人 我们发生率是比黑人 还有拉丁裔的人的孩子 来得少 而且也有数据显示 儿童只要打过一剂疫苗 密西发生率 就可以下降 97%的风险 因此医界纷纷呼吁 家长带小孩打疫苗 不只可以防确诊后的重症 还可以避免出现 像这样严重的后遗症 据上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茗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茗光 谢谢大家